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昨天台灣才剛上市發表的 Mazda 3 四代 這個四代的引擎還是跟前代一樣 可是底盤算是一個大改款 前面的話呢 我們把便利拆下來了 前面的話是一個賣花層 獨立式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後面的話呢 他算是改了一個拖一臂 就像是Focus四代一樣 都改成賣花 那個拖一臂的系統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原廠的一些零件 這個是原廠的後彈簧的 算是一個基座 因為一般來說呢 這個基座都是用橡皮的設計 那他是用一個塑鋼的一個基座 他前面的話是一個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線 我們先來看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那這個是我們正在夾組合的一個基座 他後面並不是奪連桿的系統 那上座的話 拆裝方式跟前一代的差不多 是從下方拆裝就可以了 那現在師傅呢 正在和看看他前面避震器的 是不是會有干涉的狀況 這個是前面的2點鈴聲的引擎 這個是上座的部分 他原廠前面的話 原廠的輪胎是配置18吋的 這個版本是18吋的 2154518 這個是還沒有拆下來的狀狀況 那很謝謝 台中的 要馬國際的台中電 還有嘉義的一展自動車 提供車輛呢 讓我們做量測開發 要馬的話呢 他是都做一些馬自達的車系的 專門店家 那我們現在還在量測的部分呢 是後面的避震器 這是後面的部分 大概開發完成的時間 大概會是三週左右 二到三週 這個我先簡單攝影 再做剪接就好 OK 開發好的時候呢 安裝之後 我們會再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謝謝大家